清单里面,你可以具有搜寻功能 什么叫搜寻功能呢?就是人家输入一个关键字 假如要找这么多区里面,比如说万华区,他就输入万华两个字 也可以找到的话 那他只要在哪里呢?在标圈里面做什么? 在listview里面做一个就是 Data Filter Filter就过滤,其实就是筛选的意思 等于True 他就可以筛选了 但是呢,你要让人家可以填一个什么?填一个资料 比如说他要搜寻的那个文字方块 那他底下的话这个Data Filter的什么? Placeholder Placeholder就是他可以填资料的那个 那个那个 等于文字方块,那上面预设值的话,比如说 最喜欢的项目等等的 那我可以怎么样?加在 这个我们的 listview里面 所以我刚刚做的东西啊,其实我就是把它 刚刚是这个 第一个嘛 那我如果希望在上面加的话 那我把它另存 变成03 OK,然后在这边加 那加的地方 当然你几种方法 书上面是叫我们这样 直接在这个地方直接自己打 这怎么打?其实你会发现 在那个DreamView里面 他也提供了一些提示 你可以怎么自己打上去 Data什么呢?Dash 什么呢?Filter 对不对?你就打一个F 其实他就会出来,对不对?你就直接点他两下 就上来,对不对?等于什么呢?等于True 也可以啊 第一种方式,如果你觉得你不喜欢这样的方式的话,你可以用刚刚的方式,选这边对不对? 然后在哪里呢?Data Filtre有没有看到? 这边改成True 结果一不一样? 一样啊,有没有 他这个地方 右边是自己加的 左边是自己打的 那一般其实我发现在 一般网路上面看到的那个国外的教学都是在这边作业 都是自己在教我们自己打程式 那当然哪一个比较简单呢? 其实好像感觉这边应该比较简单吧 因为看得到 而且马上可以看到结果 那你如果说你这边及时看一下,打完之后 这边就出来了,有没有 哎,马上可以做搜寻了 所以 如果你直接加上一个什么呢? 就是Filter 等于True的话 这个就